汪小菲信信念念的床墊出現了 有讀者在SHOTEL直擊 這塊價值不菲的床墊從大S家被運送出來 畫面可以看到貨車把床墊載到飯店的停車場門口 隨後就孤零零的被放在旁邊 現場也有疑似是飯店的工作人員走出來拍照、接印、做記錄 至於這塊床墊的下場 汪小菲稍早發文向大S喊話 都過去了我什麼都不想說了 要把床墊給燒了 就在大家都好奇這塊千萬床墊最後會有怎樣的下場時 SHOTEL在23號下午5點半也將公開處理床墊的過程 在廣告上有限時會移動的下頒 嘗試碗到雪在街上上�Olap 我們看到後面 黑暗口在北竹期發動的下方 說你知道這塊比較有趣就挑戰 是三種身的 沒有太濃稠 沒有太多,今晚 孩子的老闆 比職 體的巨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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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宗盛